弟兄姐妹早晨平安 今天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圣经的第一卷书 创世纪 让我们看人的原罪的起因是怎么来的 而当人违背上帝的话后 他们的第一个反应究竟是什么 创世纪书三章一到二十节 耶和华上帝所造的 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 蛇对女人说 上帝岂是真说 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女人对蛇说 园中树上的果子 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 上帝曾说 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 免得你们死 蛇对女人说 你们不一定死 因为上帝知道 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 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 于是女人建那棵树的果子 好做食物 也悦人的眼目 且是可喜爱的 能使人有智慧 就摘下果子来吃了 又给她丈夫 她丈夫也吃了 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 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 躲避耶和华上帝的面 耶和华上帝呼唤那人 对他说 你在哪里 他说 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 我就害怕 因为我刺身露体 我便藏了 耶和华说 谁告诉你刺身露体呢 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 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 那人说 你所赐给我 与我同居的女人 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 我就吃了 耶和华上帝对女人说 你做的是什么事呢 女人说 那蛇引诱我 我就吃了 耶和华上帝对蛇说 你既做了这事 就必受咒诅 比一切的深处 也受更甚 你必用肚子行走 终身失堵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 你的后裔 和女人的后裔 也彼此为仇 女人的后裔 要伤你的头 你要伤她的脚跟 又对女人说 我必多多加征 你怀她的苦楚 与生产儿女 必多受苦楚 你必恋慕女丈夫 女丈夫必管辖你 又对亚当说 你既听从妻子的话 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 的那树上的果子 弟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 你必终身劳苦 才能从地里得吃的 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吉利来 你也要吃田间的菜书 你必汗流满面 才得虎口 直到你归了土 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 你本是尘土 人要归于尘土 亚当给她妻子起名叫夏娃 因为她是众生之母 在这么长的一段经文里 就说明了 我们人原罪的起因 人要如何面对罪的后果 女人要面临生惨之痛 而男人就要面临终身劳苦 汗流满面才得虎口 有许多悲观的人 都会认为人生苦海 人一出生 就要面临许多的苦楚 然后 频频步入死亡的道路 人生好像没有意义 即使学业得好成绩 能找到好的工作 好的伴侣 结婚生子 生活中 还是有太多的未知数 不是自己能够操控的 这一秒钟 或许能有很愉悦的消息 下一秒钟 或许就有令人不安的厄运 等着我们 究竟 我们虽活在这罪生里 但我们能如何得到一个 幸福 美满的人生呢 首先 信徒因为自己没有能力 得胜这世界的引诱 就所幸被世界牵引 一个人什么时候最有能力呢 就是当他醒出神旨意的时候 很多时候 我们觉得自己没有能力 所以才不能行 上帝的旨意 若我们一直关注我们的软弱的话 我们就以自我为中心 就好像亚当夏娃一样 无法发现上帝的美意了 若我们如经文说道 要汗流满面才得虎口 却没有看见 上帝的祝福的话 我们活在这世界就很矛盾 身为上帝的儿女 可是却要背负原罪的痛苦 以及负担 就更加没有能力了 其实上帝使用我们 不需要我们有好的条件 好的情况 才能使用我们 上帝就是要用我们现在 最软弱的条件来使用我们 醒出上帝的美意 上帝的美意 就是要我们能拥有 喜乐得满足的生命 虽然不是拥有这世界的一切 可是却因为耶稣心灵得满足 而拥有这世界 不能给的喜乐 我们信徒的问题 其实并不是体质软弱 乃是体贴软弱 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们的软弱有比圣灵还大吗 我们的感受有比真理还大吗 其实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能力 足够带领我们能祝福 爱我们身旁的人 但我们一直体贴的不是圣灵 而是体贴里头的自我 常常说 我是软弱的 所以不能做 没有个软弱是不能被上帝使用的 只是我们要不要 让上帝掌管而已 我们说我们没有口才 不能传福音 但上帝就是要用你不能说 而用你的生命 我出来见证他 上帝也不要使用你的口才 而是你的生命 有生命的人 不会说太多的废话 而能一增见血的 用一两句精准的话 给人答案 事实上若我们已经是从生得救的神的儿女 是属神的子民 我们的内心最荣耀喜乐 生命最坚强 是当我们遵行上帝旨意的时刻 当我们反思 我们最开心 最幸福的时刻究竟是什么呢 是我们去旅游的时候 是我们得着一笔恨财的时候 还是得着一个新生儿的时候呢 这些时刻或许会让我们雀跃万分 但都是短暂的 因为只要旅游结束 钱才让我们产生贪恋 不知足的心再次起来 或是新生宝宝难以抚养的时候 我们的喜乐就会跟着消失 唯有到我们知道 我们是听上帝的话 上帝的美意而活的时候 就是我们最幸福 最踏实的时候了 因为唯有这个时候 他是活出自己 活出他 是上帝尊贵儿女的身份 活得有盼望 有方向 有意义 即使要汗流满面 才得虎口 但 知道自己的罪 已经蒙上帝的宝血洗尽了 上帝在我今日的难处里 要我学习等待 寻求他的心 上帝的话不会落空的 他说要赐福我们的时候 他的赐福是超过 我们的物质上的赐福 他要赐福到我们的心坎里 虽然我们外表好像什么都没有 可是 我们的心灵 确实什么都有 好物一样都不缺 这就是我们最喜乐 最幸福的理由了